欢迎来到会客室 为美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位神秘的大人物就是坐在我身边的吕医生 吕医生好 主持人好 吕医生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会客室 那我知道您在今年的2月15号 曾经获得了全球杰出华人奖 那您能跟我们谈一下这个获奖感言吗 好的 其实我那时候也蛮惊讶的 之前那个主办单位有跟我讲说 我荣获了这个2022年的这个全球华人杰出奖的时候 那我也是一开始感到蛮高兴的 因为他有这个特定的项目呢 我是主要是领了这个医疗的方面的这个奖 那这个 我是现在目前治疗新冠肺炎比较快的一位医生 我治愈的这些患者呢 差不多都是一两天就缓解症状 三到七天呢他们就产生抗体 我也救了很多纽约啊 还有这个加州啊 很多地区的这个美国很多地区的一线医护人员 我们呢做了一些很多的这个捐赠活动 那一开始我在做这些捐赠的活动 我们其实是没有想说要有什么回报 就是想说付出嘛 看人家走了很可怜 那就尽量一直帮忙 帮到后来就是新冠疫情那时候爆发的时候 真的印度啦那个 印尼还有当然美国啦 美国中国还有这个台湾日本 这些地方我们都有去做捐赠 那比较严重的那时候是非洲跟中东 非洲我们去了中非洲跟南非洲跟西非物 这个都我们都有做捐赠活动 所以我们服务了很多个地区的人民 那帮助他们那后来那个新冠疫苗出来了之后 那我们也考虑到说12岁以下的孩子是 没有疫苗可以打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捐 发起这个捐赠儿童的活动 那我想应该是这个部分 因为我在做这个捐赠的活动呢 也是靠了很多朋友帮忙 那大家很多山西人是帮助我 我的家人非常非常支持我 包括我的父亲 那原先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有一次很犹豫 我跟我父亲讲 我说哇这个捐这么多国家 花好多钱 你知道吗 我父亲就说 救人的事情为什么还要问 那所以我也很感动 那那时候去领这个奖的时候 那个主办单位就 偷偷就又颁了我 给我一个surprise奖 然后颁给我一个终身成就奖 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到 他们会特别颁这个奖 那那天我就感动到 真的眼睛的泪水都已经在眼眶里面都快要掉下来了 然后前一天刚好也是有一位电台的记者 那他家全家都确诊了 结果那前一天 领奖的前一天的下午他们 就他就打电话给我说 那怎么办怎么办 求救 我那次破了记录 结果那天下午他来 我把那个他要的这个 线上看诊完以后 把这个他要的需要东西就交给他 之后呢 他拿走 下午他就告诉我 到了晚上他就说 好了80%了 我一听 哇怎么这么快 有点破记录了 一半都是大概一两天嘛 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 我去领奖的时候 清晨七点 七点的时候他就给我个简讯说 他就好了 全好了 他非常非常高兴 我说哇破记录 所以那天领奖的时候 我就分享了这个故事 给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是还可以有更快的 就比一两天更快 换结症状的 我知道您的善举的 在这个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 是介入了很多的人 我知道就是听说您研制的这个草药 曾经是有效的治疗了 这个新冠疫情的患者 包括上以前的那个Delta病毒 还有这个传播性很强的Omicron病毒 你都是有效的治疗了 是是是 那个是 因为我一般都是 就是线上看诊嘛 那我也帮忙做了很多 那个国际上的这个辅导 就是其他的国家 中东啊 那个非洲那边也有邀请我去做 那个他们国家级的疫情指导 那所以 我对他们那个 当时Delta时候很严重的时候 我就救很多人回来 那Omicron后来传播很快 也是一样可以救 对没有错 那小朋友我都是疫诊 所以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我18岁以下的小孩 都是免费给他们疫诊 因为那个家长啊 有时候家长他 因为小孩子他不太会说 生病了也不太会表达 尤其是婴幼儿 他根本不会说 他就趴在那边不舒服 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样 所以医生来讲 会很难开药 可是我都跟他讲说 没关系 你拿来我要处理 免费疫诊 所以 所以我也是后来 回过头来想想 那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忙 但是我很感谢说 老天爷给我这个机会 帮助救了很多的人 对 医者人心 我觉得您这个举动 非常的伟大 我在这里呢 真的要说一下 这是 吕医生 他在线上 给多少国家的人 来看病啊 你看其中有包括 美国 加拿大 南美洲 中国 台湾 印度 印尼 马来西亚 中东 中非洲 还有西非洲 南非 泰国 日本 以及新加坡等地区 这么多地区和国家的人 您忙得过来吗 一天24小时啊 那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疯狂 我大概那时候在做这个 到了大概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稍微比较好一点 因为疫苗已经开始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因为大家也会害怕打疫苗嘛 一开始的时候 那后来就是大家都打了两剂以后 我的工作就轻松很多 不然之前真的是 几乎是没有在休息的 我唯一的记忆就是说 比如说到了圣诞 圣诞夜的时候开始电话就少了 然后圣诞夜还有人打电话来 然后呢圣诞节让我放假一天 然后我挺开心的 我以为哇 这个疫情可能就这样子 就是好了 结果后来不是我想象那么简单 是之后就一样的 有时候一天会来 二十几通电话是不同的家庭打来的 所以有非常多人要救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看到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继续采访吕医医生 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善举 给我们大家带来了无限的福利 所以我们做法 里面的朋友们 所以我们在你 所以我们来送一个 团扬的家号